一起死亡车祸 认识她的人呢 都为她感到不值得 死者是一名33岁的女孩 叫邓一婷 她在这个电话中呢 跟男朋友吵架 喝了酒之后呢 开车要找对方理论 最后不幸撞上了安全岛 而警方调查呢 她从小家境优渥 她有这个好几十套的套房 靠着这个租金呢 那么生活非常的优渥 但是呢 跟男友交往之后 发现自己怀孕 她很想生下小孩 但男友强烈反对 她只好堕胎 之后呢 她心情沮丧 在电话中 两人大吵一架 结果她酒后开车 冲动之余 不幸撞车 丢了一命 大家好 我是六号邓一婷 Angelina 自我介绍笑容甜美 邓一婷参加选美 家里一字排开 站在角落标线 落落大方 08年开始 在美国到处参加选美活动 回台湾定居 却因为感情问题 车祸丧命 汉男友亲密合照 农情命意 邓一婷香港出身 两年前回台定居 住在淡水 家族遗产中分到好几栋房产 数十间套房出租 月入数十万 家境优渥 汉男友却感情变调 陷入愁云惨物 邓一婷 吵架传讯性要男友去淡水 对方拒绝 他气得说你不来 我过去 交后开着百万休旅车 去男友家理论 行进淡京公路 发生车祸 所以他现在是人不在家吗 对啊 因为都有人还不接受 死者哥哥伤心 难以接受 妹妹感情路受挫 意识冲动 断送性命 家人不舍 记者刘世伟 来见之 侯正伦带秋荣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